謝謝主席請教張部長 我們先請張部長 部長好 在上一次的資本市場租稅結果的檢討裡面 本席做了相當大數據的一個整理分析 時間非常有限 所以就變成紀錄 今天要討論資本市場的稅 我再將那些結論抽離簡化一下 來讓你知道 不過今天到此為止 我感受到的近兩年來財政部都沒有自己的意見 這個部長聽總統的 來到立法院聽這個黨團的當然是執政黨多數 現在總統要選舉的 總統獲選人那麼多問題那麼大的範圍 國市如馬去挑一個證所稅出來當證券 造成市場的不確定性 那麼炒作的這個旋風大旗到處拆車到處遊說 所以世界財經治理如此亂者 幾世無雙 政府帶頭作亂 莫此為勝 那今天你的報告聽裡面立法院的 這是我生在台灣 長在台灣 然後從一個威權時代參與的民族 民主的運動 希望希望台灣恢復美麗寶島 蓬來 蓬來先導的生平盛世 但是台灣只靠人力資源 人力資源在國際競爭 所當其衝 特別重要的就是經濟的競爭 財經的競爭 但是政府從威權那種僵化的制度 封閉的思維 被動的態度造成沒有國際競爭力 民主化以後 民氣高漲 民智大胎 民力活潑 但是受到政府這樣的一個搞亂 那今天簡單說 來 要討論證券市場的這個稅 證券市場當然是資本市場重要的地方 來我們看一下 檢討 我用兩個階段來檢討 2000年到2007 2000包到2013 這有資料的 2014有些資料還沒出來 這個證券市場 稅加 這個鼓勵所得稅的佔比 15.27 佔中央稅客 15.27看一下 2008年到2013年 提高為15.96 這個百分比呢 就是中行第三行 增加的0.69% 佔比提高了 也就是我們的中央稅客 對證券市場 對證券市場 課稅 成長了17.58% 增加了 增加的速度 17.58% 中央客稅 兩個階段相比 成長了14.2% 所以成長率呢 這個 證券市場稅加 它鼓勵所得稅的成長率 高於所有的 中央稅客的 這個成長率3.38% 然後在這個 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的 鼓勵所得跟證券稅 的這個所得 來看的話 鼓勵所得 近期比前期 提高了1.81% 後面第二行 證券稅呢 降了1.13% 所以證券稅是我們 資本市場 或是這個 刺激市場的 主力 一個利用的利用 降低了 就是因為 搞這個 財經內亂 財經政府 帶頭作亂 所以股市不確定性 所以這個低迷 然後現在怪稅 稅都還沒課到 稅都還沒課到 當然他有預期的心理 那一回事 但基本上更嚴重的是結構 等一下再說 時間非常有限 來 我們來看這個 鼓勵所得稅 跟個人綜合所得稅 相較的成長 跟比重的變化 還是同樣的 期間的兩個階段 鼓勵所得稅 佔個人綜合所得稅 的這個比重 提高了3.11% 就是你的 這個綜合所得稅裡面 有各種所得 那鼓勵所得的比重提高了 那很好啊 鼓勵所得是有錢人的稅 提高很好啊 但是接著下來看 看平均綜合平均稅率 平均的綜合所得稅的稅率 提高了0.67% 對這一方表 但是鼓勵平均所得稅的稅率呢 提高了0.12% 那表示什麼 來 部長 經濟分析一下 表示什麼 委員 這個當然 背後問題複雜啦 鼓勵所得稅負的提高 說不定代表 我們還是要進一步分析 是營利事業獲利的成長 然後分配的鼓勵增加 所以呢 鼓勵增加以後 就併入綜合所得稅負就提高 當然啦 現在是看這個結果嘛 所以可能是這樣 我簡單分析一下 這個不是完整的 是初步的 也就是說 綜合所得稅的 這個稅率 平均稅率為什麼提高呢 因為 所得分配趨以集中化 對不對 高所得的 占比LA高 所以平均都高嘛 這個沒有問題嘛 那這個鼓勵平均所得稅率呢 提高的少 但是他也是向 有錢人稍微集中 但是相對提高的少 這一筆就有趣啦 所以平均 對鼓勵所得稅率增加的速度較慢 尤其2009年開始 哇 一直下滑 表示什麼 可能 這個鼓勵所得者 他的 這個 所得分配呢 是像 以前 比較的時候 像較低的所得 也就是說 剛才 一開始我就分析到了 股市被套牢的 沒辦法交易的 沒辦法賣出去的 我就 留著 分配股息啊 分配股息的時候呢 這些 比重 這些人越來越多 所以 繳的稅 就很多了齁 那還有一個可能呢 不是這個有錢人 不買股票啊 有錢人繼續買股票啊 兩個可能 一個到國外去買 國外的股票 一個人是 變成橋外資 進來用橋外資的身分 買我們的股票 這個 偉的提案出來了嘛 那個稅比較低嘛 所以 稅是不公不全嘛 才會亂 亂成這樣子嘛 如果這樣下去的話 會怎麼樣 你們回去會分析分析 這樣下去會怎麼樣 這個千早萬早 一直想 想說為什麼這麼亂 然後 現在整理出這些資料來 而且這些鼓勵的 什麼這個資料 我要提醒各位喔 還是我跟財政部要的時候 他們才重新去計算的喔 從來沒有做研發 做大事記的各種可能的分析喔 所以你看 大家那麼被動 就那麼靜態 是這樣子喔 所以啊 今天啊 我們結論出來了 結論出來了 來 上一次我的結論嘛 這兩章 簡單看一下啦 前面一二三不看啦 第四點剛才分析啦 來 證券交易所得稅 主要的餘率是什麼 證券交易 大戶怕查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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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如果沒辦法 沒辦法 由基政機關主動計稅的話 他一定怕查稅 你在怎麼減他都怕查稅 怎麼會通通免稅 免稅就不會逃稅 他怕查稅 所以主動的要課一下稅 自己 要 有 這個準備有能力 那就是這個 大數據的 這個統計 一定要把它做好 一定要把它做好 政管會跟財政部 跟這個證交手要合作 一定要把它做好 來 那五入行情炒作的 投機暴利 那就沒辦法課稅 你正所說不課的話 這些投機暴利 賺五天就好了 永遠都不會被課稅 而且他是大砸下去的 一次呢 從這個20塊變成200塊 他一次可能賺幾億啊 不是賣幾億啊 一次就賺幾億啊 那些你通通逃掉了 所以為什麼這個 蠻十億的 他就怕 因為他一天就十億了 一天交易量就十億了 他賺了一天就上億了 這些都跑掉了 但是這個要回頭 由金管會來檢討 為什麼那五入行情 會變成世界獨一無二的炒作空間啊 而且這個存在了幾十年啊 為什麼為什麼 來IPO課稅 IPO不課稅 剛才那是炒作的 有問題 IPO課稅呢 哇 跑掉了 那從新貴 到上貴 到上市 那過程當中黑箱作業 亂七八糟一大堆 所以你看我們股市不見錢 所以整個資本市場的結構 這麼脆弱 沒有國際競爭力 就是這樣 所以體質制度把它改善 再來檢討稅 可能比較健康 也比較能夠真正持續啦 那稅的問題 送到這個草委去協商 能夠越檢討越好 其實到現在啊 該凍結的都凍結啦 是不是這樣子 那從長記憶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